高雄一名駕驶为了要抢停车位 不但是逆向行驶 更开上人行道 差点撞上坐在骑楼的民众 让后方的驾驶目击 真的是吓坏了 而公布画面 现在警方进入调查 将依据违规事项开罚 最高可以处3600块钱 民众开车右转找停车位 看到前方有个空位 等待清洁人员离开 准备要停进去时 突然前方银色小客车 一个回转 逆向插进停车阁抢车位 还开上人行道 差点撞到人 仔细看 他连后车厢都没有关好 就急着卡位 前前后后瞧了好几次 才把车停好 就蛮危险的 因为如果后方有来车 而且它是双黄线 感觉很容易出事 事发在高雄新兴区七弦路 驾驶把这段行车记录器po网 无奈表示 不知道这样抢车位 要付出多少代价 我是想说 等它扫完的时候 它一定会往前扫 然后再右转 停进去停车可 其实我也敢直接 这是莫名其妙 怎么会有人这样子开车 逆向并行驶人行道等违规行刑 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准央条例 依职权队违规驾驶驶 拒罚试单 依据法规 逆向行驶及开上人行道 最高都能开罚一千八百元 等于驾驶可能得吃下 三千六百元罚单 拼了命 抢到车位 却也得赔上不少钱 记者陈云轩陈亦于高雄 参加报道 三千五百元